其实我们今天讨论的核心的主题 就是在关心基层原住民社福 公众人员的一个劳动处境 用人才永远会有一些短缺的问题 但是薪资制度不合理 另外就是劳动条件的低落 可能是恶化这样一个专业社福人才 没有办法留任 久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对任何一个社福机构 特别是类似像在文件站这样一个社福机构 没有人才投入 当然就很难永续经营 我想进一步请教逸祥的意见 其实刚刚上一题其实有特别提到 那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政策 那我只是在提醒就是说 这个政策本身还是要有两个困难跟障碍 可能要突破 一个就是说目前的这个文件站 看来是一个由上而下的一个政策下来 但是我们有点像刚刚call in的来宾提到的 就是说这些政策里面有没有考量到这个 原住民族的那个主体性 然后是由下而上的 来从原本部落的这些传统文化关系 以及相关的这些实践里面 然后来反映到这个计划本身它要达到的目标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这个它要做一个综合服务站 那它可能要就是说突破就是说 不同的机关之间的那个平行的连结 比方说这个综合服务站它要涉及老症 也增加就位机会 卫症医疗的 然后设政相关的社会单位 其实我们长期都知道 我们的那个机关跟机关之间的那个平行联系 然后其实有很强的本位主义 那这个文件站如何 如何就是说突破这些限制 然后甚至各个相关的机关 它本身有没有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意识 像我们有性别主流的话 我们会要求任何的事物 都要有性别平等的意识 那同样的在这一些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多元的这些服务里面 在进行这些服务的提供的过程中 有没有原住民族的意识 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